妙林女子昨天晚上住家遭到信号弹射击起火 吓得她赶紧报警 警方寻现立刻逮捕到两名青少年 他们公称是遭人追杀 不过警方调查之后发现周边根本没有其他人 黑色衣服的张姓少年大摇大摆 一手拿着信号弹 另一手似乎拿着刀谢 晚间十点多少年半夜不睡觉 在路上晃来晃去 接下来两名朋友也到场 三人突然释放信号弹 直接命中住家阳台 我只看到有一阵点大声 然后火就起来了 从后面巷子 对啊我朋友是从看到人从房子上出来 跑这样跑很快的速度 手上有开山刀 阳台被烧了焦黑 里面的女房客听到爆响 吓得带着宠户逃出屋外报警 台北市松山警方迅速组成专案小组 调阅附近引带 锁定住在巷口的张姓少年 以及他的两名同伙迅速上门逮人 但少年落网后居然还向警方公称 会带着信号弹是因为爱好登山 因为他有拉K的状况 连续好几天 所以说疑似看到有三四个人在追他 吸毒吸到孔疆了吗 出不了解范贤跟被攻击的女住户 双方应该没有感情或是债务纠纷 整体事件疑似是乌龙 不过警方不敢掉以轻心 讯后少年们由家属带回 但还会持续追查后续相关背景 警方长一 陈志根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